今天这期视频 我打算通过手机剪辑的技术 把鬼灭大结局中 炭治郎与香奈乎在樱花树下的一小段试着动画画 作为鬼灭中 炭香非常少见的感情互动 很多小伙伴都等不及想要看动画版了 下面就来先赌为快吧 这棵樱花树凑近一看还真高大 嗯 据说它是第一位使用花枝呼吸的剑士 亲自种下的 那位前辈给它取了个必胜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吗 真帅气 所以我想告诉那位前辈 当年的红愿如今已经实现了 它真的好温柔 你的眼睛还有伤势都还好吗 嗯 我并不是一点东西都看不到哦 伤口也早就不疼了 刚才封柱有来过 它把蛇猪大人的好朋友 低丸托付给了我 别忘记三连哦